在感情当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那种将感情当成游戏的人,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情其实是很严谨的,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双方都应该懂得尊重这段感情,而不是只顾得自己一时的兴趣来玩弄别人的感情。 所以说如果是在感情当中拿分手当有趣的人,你到最后如果真的在感情当中分手的话,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会同情你的,千万不要不信。 对于一段感情来说,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因为只有当你们信任对方并且尊重对方之后,那么你们之间的感情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 但是在感情当中,很多时候还是有人在将分手当成有趣,总是拿着分手的借口罐,免堂皇的满足自己的兴趣。 其实这样的人几乎是所有人都比弃的对象,因为感情是神圣的,不容任何人利用这段感情。 如果在最后这种将感情当成有趣的人真的失去了自己的感情的话,那么几乎没有人会同情你,因为你的做法真的很令人厌恶。 所以说在一段感情当中,想要得到最后的幸福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懂得尊重这段感情。 尊重对方,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有对对方好了之后,那么对方才会无私的对你好,因此无论是对于男人来说还是对于女人来说都应该懂得在感情当中尊重彼此。 只有这样你们的感情才能够走到最后,而那些在感情当中总是以自己开心为前提的人。 最后如果真的分手了的话,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去同情你,因为你的做法真的很令人厌恶。 所以说在感情当中一定要懂得维护这段感情,因为感情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坚固。 很多时候仅仅仅就只是一,点小小的矛盾就有可能,将彼此经营了很久的感情搞得支离破碎。 因此在感情当中千万不,要为了自己一时的高兴,就去玩弄彼此之间的感情。 将分手当成一种游戏,因为这样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尴尬。 到最后很有可能真的走到分手的地步。 在感情当中,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学会尊重对方。 只有你想着去尊重对方的时候,那么对方才会反过来尊重你。 因为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所以说对方不可能会将你所有的麻烦都给解决。 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的话,那么就需要依赖这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共同呵护。 只有当你懂得了感情真的需要什么之后,你才会在这段感情当中有属于自己的地位。 感情并不是儿戏,所以说一味地将分手当成自己的乐趣的话,那只会让你在真的分手之后得到别人的厌恶。 如果真的分手的话,几乎没有人会同情你。